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脸疼一下地红起来 娇羞地点头 我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关上车门 他降下车窗冲我喊 若若 你换个人喜欢吧 顾西川他姓冷淡 说完 给我留下车尾气 既然哥哥不靠谱 那我就打通顾西川妹妹这个人脉 经过一个月 我和他妹妹顾李成了闺蜜 并且接她见了好多次顾西川 顾李 你哥喜欢什么的女孩啊 顾李若有所思地停顿几秒 他喜欢工作 我轻轻嗓子 顾李 我当你嫂子怎么样 顾李一口水喷出来 眼睛瞪得像同龄 你认真的 当然 顾李思索好一会儿 除了年龄差有点大 其他的也不是不行 在他的帮助下 我和顾西川见面的次数更多了 顾李弟给我一杯果汁 去我哥书房 给他送温暖 我走到书房前叩门 近 听见他的声音 我手心紧张地要出汗 我扭扭捏捏地推开门 西川哥哥 你喝果汁吗 室内温度偏高 他只穿着一件纯白修身衬衫 颇有疏离感到 多谢 送水让阿姨来就行 我重拳出击 我喜欢给哥哥送水 顾西川抬眸看我 纠正 叫什么哥 喊我叔叔 出击失败 我不情不愿地说 好的小叔 不知是不是错觉 我好像看到他眼底闪过一道其他的情绪 但等我细看时 他已经低下头工作了 功课进度太慢 眼看顾西川在圈子越来越受欢迎 有钱有颜爱工作 谁不爱他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在房里暗自神伤时 妈妈一脸凝重地喊我去客厅 爸爸和哥哥也一脸严肃地坐在沙发上 氛围出了其的压抑 我一惑问 咋了呀 咱家破产了 刚说完 妈妈就野面而气 他紧紧把我抱在怀里 弱弱 是爸妈没本事 爸爸红了眼眶 不行 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 也不能送闺女去联姻 我心里煞时间拔凉拔凉的 这都什么事啊 追顾西川的道路上本来就坎坷 现在老天又往路上放个大石头 妈妈哭得更凶 那人比咱们弱弱大了八岁 我怎么忍心 我哇的一声哭出来 八岁都能当我爹了呜呜呜 老爸的公司这些年一直很难 老爸家烟的手发着抖 都怪老爸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下全完了 我要嫁人了 嫁得不是顾西川 哥哥满腔怒气 从沙发上站起来 我现在就去揍顾西川这个王八蛋 老爸抓住哥哥的手腕 这是也不怪他 顾家提的 没办法 等等 顾西川 我留着鼻涕泡 不可置信地问 连姻对象是小叔 妈妈一听心疼得无法呼吸 顾家孩子都能当你叔叔了 可怜见的 我喜极而泣 真的是小叔吗 呜呜呜 我转头抱住我妈 妈 天大的喜事 别哭了 我愿意嫁给小叔 妈妈苦着脸 啊 我一跃而起 爸妈哥 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迫不及待了 天助我也 都说日久生情 再加上我的努力 小叔爱上我一如反掌 事实证明 我高兴得太早了 婚礼当天 小叔就和我分房睡 说只是假结婚 等他接管了顾家就还我自由 我说我愿意嫁给他 小叔只是说 别闹 你还小 以后你会遇见喜欢的人 我向顾李抱怨 顾李安慰我说他只是不适应 但我没想到他的接受能力竟然这么弱 整整一年 他还没接受和我同住一间房子里 每每见到顾西川被西装紧裹的身体 我都忍不住要流鼻血 他的身材很有料 肩宽腰细臀翘 说是西装圣体都不为过 我的画稿箱里满是顾西川的全身画像 正值寒冬 顾西川出差回来 风尘仆仆地进门 眉眼里带着疲惫 我伸手去接他手里的文件包 我拿着吧 不用 很凉顾西川侧身避开 我先去洗漱换衣 而我故意打发家里的阿姨们下班 心脏剧烈跳动 换上了蕾丝性感睡衣 躺在顾西川的床上后 我坏心眼地拉低衣领 卡在关键部位后 我将披散的头发全放在胸前 顾西川腰间系着浴巾 出门看见我 他身形一顿 他双眸微动 喉结上下滚 其若 你走错房间了 说着他就要去开门 我鼓起勇气喊 我没走错 顾西川开门的动作停了一顺 也就只有一顺 盖上被子 很冷 他出门很急 我不信他没感觉 我果断下床跟上他 在一楼洗手间的镜子里 我看到顾西川 在狼狈地擦鼻血 我将事情讲给顾李 他很震惊 铁树要开花了 没想到我哥这么纯情 我拖着塞 纯情又怎么样 他偏偏就不承认 顾李 那你就逼他承认啊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怎么逼 我哥这种人 就是腹黑男 不碰你 又不放你走 顾李说 要不你直接提离婚 他说不准一着急救 我摇头 万一他同意离婚了呢 顾西川不仅能忍他嘴也很硬 硬碰硬不行 只能来软的 我说完计划 顾李直呼 妙啊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我联系了以前的好哥们 邀请他们聚在包厢里 安排好那些人的戏份 我朝顾李自信点头 哥们赵卓有点害怕 玩这么大 顾西川要是打我怎么办 赔你医药费 赵卓瑟瑟发抖 你们小夫妻调情 怎么还带上我们啊 我还没回答 顾李就一巴掌 拍他后脑勺上 问问问 一天到晚 问东问西的 赵卓双手抱头 委屈巴巴地扭头 顾李 在排练最后一遍 我就要喊我哥了 虽经过无数次的排练 但真到来的时候 说不紧张那是假的 顾李拨通他哥的电话 喂 哥 你在忙吗 什么事 哥 嫂子他喝醉了 在包厢里耍酒疯呢 地址发我 顾西川雨季很冷 你们两个玩得挺花呀 明天再收拾你 挂断电话 我怕我演得不逼真 一口气灌了两瓶酒 撑得我连连打嗝 赵卓看呆了 你酒量这么好吗 我迷迷糊糊转头 不到啊 第一次喝酒 赵卓和顾李对视一眼 一口同声 完了 他喝醉了 不 我扯着嗓子喊 我没醉 脑袋混沌 但我能记得戏粉 我咬着巧克力棒 拉着赵卓的手臂 快咬啊 赵卓竭力往后仰脑袋 咬什么呀 顾叔还没来呢 我拽着他不松手 你快咬 你该不会忘了戏粉吧 赵卓哭天喊地 顾李 你快救救我 顾李按亮屏幕看了眼说 大家赶紧拿酒杯喝酒起哄 我哥来了 在场所有人喝醉都是演的 只有我不是 我是真的喝醉了 我为数不多的意识 只记得玩传小饼干游戏 砰 门被人用力推开 看清包厢场景 顾西川的铜色瞬间冷地下去 他瞪了眼顾李 静止走向我 浑然不知的 我还在拉着赵卓嘟囊 你快咬呀 你快点 这游戏很好玩的 赵卓硬着头皮低头 但为了逼真 他听从我的意见 伸手附上我的后脑勺 然后闭眼 任命地张嘴 下一秒 赵卓的嚎叫声回荡在包厢里 小叔 小叔 我错了 我再也不玩了 小叔别打了 我大脑迟钝 打什么人呀 玩巧克力棒 顾西川气笑了 扭头指了下顾李 你送赵卓去医院 现在就去 最后四个字 他音量猛地抬高 包厢里的人都下得一击灵 顾李拉着地上的赵卓 就往外跑 其余人也跟着出去 不过几秒钟 一屋子的人坐鸟收散 顾西川皱眉看着摊沙发的我 无奈抬手柔柔眉心 我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小叔 玩游戏吗 顾西川灌了杯酒 随手把空酒杯扔在玻璃桌上 骤然 他弯腰紧盯着我 眸色渐深 我快要溺死在他眼睛里 你喝醉真可爱 我呆滞的脑袋里闪过明亮 但很快又被酒精麻痹了大脑 小叔说什么 没什么 顾西川坐在我身侧 耐着性子 怎么玩 我手发软地拿起一只新的巧克力棒 咬在嘴里 含糊不清说 我吃这头 你吃那头 完吗 顾西川用大拇指抹撒我的嘴角 机遇探入我口中 想完是吧 回家我陪你玩得够 他抱着我走出去 将我塞进车里 我身体内燥热难安 我拽住他的手喊热 顾西川给我系上安全带 回 热就忍着 他折回驾驶座 没有急着启动车子 而是转头看我 其若 你玩得挺花呀 还行 行吧 我扒着窗户往外看 回来 顾西川说 开车有冷风 顾西川讲话的语调 有鼓掌背感 他用命令的语气说话 我心里有点怵 于是我按照他的话去做 我撤回脑袋后 车窗便缓缓合上 车开了很久 久到我睡意朦胧 车轮戛然而止 轻轻地推背感将我震醒 抬眼 我猛地一惊 顾西川不知何时凑到我面前 呼吸交错间 我心跳鼓动起来 加上沉重的脑袋 没意识地脱口而出 老 老公 他一贯冷峻的脸上浮现出难耐 随即他问 酒还没醒 醒了 顾西川没再说话 而是下车为我打开车门 能走稳吗 我执着地重复 我酒醒了 当然能走稳 他也不跟我辩解 而是点头侧开身子 朝我比个下车的手势 下车 好凶 我撇撇嘴 短暂地聚焦视线 我脉步 上半身刚探出来 下一秒 我不受控制地往前栽去 我紧闭起眼睛 完了 这下要毁容了 预料中的疼痛 并没有传来 而是一阵天旋地转 在睁眼 我看到顾西川的下巴和喉结 哦 我在他怀里 顾西川脖梗上的青筋 微微崩起 很强的力量感 我鬼迷心翘地亲上去 抱着我的人浑身僵硬 头顶上传来咬牙切齿的声音 其若 你下次再喝酒 你就不要回家了 我点头 哦 一路上 我的小动作都没有停 忍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能借着酒撒也 我内心压抑的欲望 如洪水开闸 顾西川脚步很快 他仿佛忍受不了 走到客厅毫不留情地 把我扔在了沙发上 他招呼家里的阿姨们照顾我 自己松松领带 去了一楼洗浴间 我又睡了一会 呕吐感涌上嗓子 阿姨们都在厨房忙着 我捂着嘴 此刻也顾不上顾西川还在洗浴间了 我慌不择路地冲进去 我趴在洗手台 吐个昏天暗地 冲洗后 我偏头看向洗澡间 里面亮着灯 水声哗哗作响 这声音好似下了鼓 不停地诱惑我去开门 磨砂玻璃后边是在洗澡的顾西川 他离我很近 我只要一开门就能看见 鬼知道我对他的身体缠了多久 都说男人三十一头狼 那如果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孤狼呢 这般想着 我不断往洗澡间那边走 咔哒一声 我打开了门 水声没停 顾西川洗澡的动作停了 浴室暖黄色的灯光打在他肌肤上 皮肤上的水滴映着闪闪细光 这画面直冲我大脑 我眼睛都不知往哪看 哪哪都很洗我眼睛 腹肌真好看 小腹的人鱼线也很好看 视线下矣 我幸福了 看够了吗 顾西川下半身裹上浴巾 额前的头发往下不断滴水 皮肤的水滴 留下一串蜿蜒水渍 我摇摇头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被推出了门外 请面前的门关得很紧 随后 响起了门繁琐的声音 我 阿姨找到我 惊呼 若若 你怎么躺鼻血了 啊 我茫然抬手是摸鼻子 有吗 别碰别碰 我来阿姨拽住我的手 清理完后 阿姨引着我往沙发处走 我仰着脑袋 只想打九格 坐在沙发上 脑子里反复播放 顾西川洗澡的画面 想着想着 我不知不觉睡着了 次日醒来 宿醉后的结果 便是头疼异常 记忆里闪过灵星画面 但当我细想时 又是一片空白 我断片了 我只好联系顾李 打探我喝醉后 是否有做什么 无理取闹的事情 顾李不可置信 什么 你忘了 我失落点头 基本上都想不起来了 顾李无奈符额 那我哥呢 我哥今天什么反应啊 我叹口气 他一大早就出门了 阿姨说他出差了 去多久 我没问 虽然不知道 我昨天干了什么 但我竟说不出的心虚 没搞清楚 昨天状况之前 我不敢和他说话 顾李沉吟半上 昨天我哥来了后 把赵卓打了一顿 喊我送他去医院 然后其他人 也跟着我们走了 后边的事 只有你们知道 顾李没有提供出 什么有用的信息 我良心不安地 努力回响 我应该没有抱着他 又肯又亲吧 如果我真的做了 凭我的魅力 他应该和我共同 躺在床上醒来 而不是一个人去出差 他出差两天 都没有和我 发来一条问候的信息 也不知道关心关心我 我付菲着 煞时间脑海里 闪过几段 熟悉又陌生的 支离破碎的画面 有顾西川冷着脸说 热就忍着 还有顾西川 站在车门前 冷眼旁观 薄薄的嘴唇 只吐出两个字 下车 更有顾西川 很凶地警告我 下次再喝酒 就不要回家了 我正愣一会 好半天才意识到 这些画面 是我喝醉后的 没有预想中那样 顾西川 没有轻言细语哄我 也没有小心翼翼照顾我 也没有他看见我 喝醉和别的男生 亲昵时的吃醋 我花了好半天才接受 顾西川 或许真的把我当妹妹 看见我穿性感 睡衣流鼻血 只不过是 男人本能的生理反应 我失落地窝 在顾西川的大别墅 嘟囔 也不知道我能住多久 顾书早就想让我走了吧 受情绪控制的 我再次喝醉了 这次我只是 静静躺在床上 第一次追男人 追的还是小叔 还没追上 这下我真老实了 虽然知道小叔心里没有我 可他足足三天 不发一条信息 就很过分 就算把我当妹妹 也应该关心一下 妹妹一个人 在家怎么样 冬天的天气干燥 又刺骨的冷 家里的阿姨 只有白天在 晚上不再别书住 我问过顾西川原因 顾西川的回答是 我经常出差 用到阿姨的地方不多 没必要 末了 她还询问了一下我的意见 你想阿姨住在家里吗 反正阿姨是晚上八点下班 顾西川钱多 所以给阿姨包了房租 因此阿姨都住在小区外边 很近 我摇头 不想 阿姨在家 我们小情侣 还怎么调情呢 凌晨一点 我被雷电震醒的时候 我心里万般后悔 偌大一个别墅里 只有我一人 外边雷电交加 轰隆隆的声响 一个接一个 雨滴霹里啪啦的 敲在阳台门 我承认 我害怕了 砰 花盆摔碎的尖锐声 我狠狠打个寒颤 没事 绝对不是鬼 肯定是风吹的 我打开手机电筒 满怀期待地 按下灯光开关 咔哒 开关确实按下了 但灯确实是没亮 不会吧 停电了 我抖着腿去开落地灯 按下 房间仍然是黑暗的 呃狂的裂风如撕裂人心的哭泣 听起来就像是有人蹲在阳台外 哇大哭 这个念头一出来 我腿便开始软 我边求老天爷保右边往床上跑 跑一半 脚步绊住 我猝不及防地跪在地上 我揉揉膝盖 崩溃抬头想继续走 却发现我刚巧摔到了镜子面前 镜子里的窗帘不断晃动 我尖叫起来打开微信 对着置顶的人边拨去电话 铃声响了三秒不到 听筒里传出 喂 我低头看屏幕 原来我错打给了小叔 本来想打给我哥的 此刻我也顾不得其他 我嘴唇颤颤巍巍 其弱 怎么了 小叔声音带着明显的睡意和淡雅 却令人无限心安 我强忍哭声 顾叔 我害怕 对面的人似乎清醒过来了 怎么哭了 我抱着腿 蜷缩在地毯上 低声啜泣 顾西川带着安抚性的语调响起 不要害怕 我在你身旁 我擦擦眼泪 家里下暴雨了 还停电了 镜头就在面前 我只能闭着眼把手机音量加到最大 紧紧贴在耳边 顾西川那头传来稀稀疏疏的动静 别哭 你现在去床上继续睡 我陪着你 我哽咽 镜子在我面前 我不敢抬头 镜子里有东西 其弱 你打开手机摄像头对着镜子 我脱口而出 为什么 顾西川说 我看看镜子有什么 我回想起方才的画面 很恐怖的 你不害怕吗 其弱在 我不害怕 我停顿片刻 最终闭着眼将手机镜头对准镜子 有什么吗 没有 顾西川轻笑起来 其弱 你衣服怎么是草莓熊的呀 草莓熊 等等 我骤然睁开眼 麻溜地躺在床上盖上被子 小叔 你看错了 结婚以来 我都故意穿的性感睡衣 立了这么久的成熟魅力女人人设 我竟然会因为这次而他人设 顾西川应了声好 随即侧过脸 倾笑出声 完了 她嘲笑我 我想到她对我喝醉后的做法 我没忍住阴阳怪气 干嘛呀 身为你妹妹的我穿草莓熊睡衣 有问题吗 手机里顾西川的笑容 戛然而止 她眉头一跳 一字一顿地问 妹妹 我底气不足地回应 怎么 我 我说错了吗 顾西川气哼 没有 至此 我和顾西川保持通话 但没人说话来破冰 我心里堵着气 无论怎么说 我都不会主动去缓解尴尬的氛围 外边的恶劣天气并没有好转 顾西川也没有在说话 屋内充斥着狂风的呐喊 我却出奇地不害怕 甚至有隐隐睡意 顾里在楼下 顾西川冷不丁来这么一句 我云里雾里问 现在吗 对 我一个起身 仿佛看到了救星 你没骗我吧 顾西川还没来得及回答 楼下及时传来顾里喊我名字的声音 我应了声 我在 然后迅速对顾西川说 电话先挂了 我去楼下找顾里 顾里裹着到脚踝的羽绒服 一脸困意 旁边还站着同样疲惫的赵卓 他打着哈欠 你们孩子满月酒的时候 必须请我吃顿好的 什么 我猛了 顾里气不打一出来 我睡得正香 我哥助理一个电话给我打来 让我立刻去找你 我带着歉意看他 理理 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 顾里又心有余悸地说 我担心了一路 给我哥发信息他不回 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 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我连忙打开手机 这才看见顾里头像上坠着18条信息红点 我抱歉一笑 顾里发信息的时候 我正在和顾西川打电话 压根没注意 后半夜雨渐停 顾里和赵卓各自找个房间补觉去了 我也躺回床上继续睡 想到别墅有人陪我 心里的害怕不安 渐渐消弭 睡梦中 身侧好似有人在走动 紧接着我感觉到一股若有若无的凉气 我迷糊地睁眼 随后 我猛地瞪大眼睛 顾书 顾西川声音很淡 倦带好似从眼里一出来 发丝上还沾着细小水滴 薄嘴唇抖得红烟烟的 嗯 是我 你接着睡 我听话地躺下去 视线却落到他被雨水打湿的布料上 他是在意我的 他出身豪门 从小便是一丝不苟模样 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他都保持着体面 身上永远带着精致 我第一次见他凌乱的头发和阴湿的西装 顾西川 我刚放下你 你为什么又主动凑上来 次日醒来 已然是下午三点 我出门找顾西川 却脚步一顿 楼下客厅放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顾西川则是坐在沙发正中央 面前站着五位阿姨 顾西川汗手 麻烦你们以后对其弱上心 阿姨们脸上洋溢着喜悦 其中一位阿姨大胆说 放心不下老婆一人在家 放心 全包在我们身上 保证给弱弱味的白白胖胖 顾西川不自然倾咳一声 没有反驳 心里憋着事 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醉酒后 顾西川的态度 像一个小尖刺扎在心里 时不时抽疼一下 终于 我忍不住向顾西倾诉 顾西坐在面前喝着可乐 砸了嫂子 我哥前几天做的事 你不满意 我点点头 又摇摇头 顾里 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呀 我叹口气 你还记得我喝醉那天吗 记得 顾里问 可是后边的你 不全都忘了吗 我想起来了 想到顾西川对我冷脸的表情 我心忍不住滴血 顾里来了兴趣 后边咋解决的 快说快说 我哥有没有轻轻抱抱举高高你 香香软软喝醉的老婆 谁能认 面对顾里的激动言辞 我几乎将头埋到胸口 都没有 无名火在我体内窜动 顾西川他凶我 他让我自己下车 还警告我 以后再喝酒 就不要回家了 呜呜 他还把我狠狠扔在沙发上 不管我 狠狠两个字 我咬着牙说出来的 说完我捂着脸 气不成声 顾里没有还没接受 这么大的信息量 半想 他转动脑袋 其若 你说的那是我哥吗 我泪眼朦胧 怎么能不是 我亲身经历过的 顾里 我哥虽然毒舌 可他对我们都很好啊 我心拔凉拔凉 熬好起来 那顾西川他就是讨厌我 他对你们都好 只对我一个人不好 光灯 门被人一脚踹开 砸到墙上又反弹回去 顾里看清我身后的人后 他手脚无措地站起来 可乐也放在桌子上了 我转头 其真满脸怒气 眉头皱得能加死苍蝇 他捏紧拳头 用牙齿里蹦出八个字 故 我站起身软 我站起身转移话题 你怎么在这 来给你送妈妈亲手卤的肉 其真抬手 只见一个如盆一般大的保温糊挂在她手掌上 我接过来 闻到饭香那一刻 委屈无限放大 最后我眼泪半饭 而我哥提着刀 找到了顾西川 我拦不住他 最后只能搬出顾西川是 我们小叔的身份 齐真冷笑 那又怎么样 他年龄再大 也是我妹夫 齐真和顾西川打了起来 或者说顾西川被单方面殴打 顾西川的金丝眼镜掉在了地上 他虽不解但没还手 齐真 你疯了吗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妹妹了 齐真对着他脸就是一拳 我怕他下手没轻没中 万一把顾西川打毁龙了 就不好了 我拦腰抱住我哥 哥 你别打脸了 齐真 顾西川擦嘴角的动作停顿 齐真停手 我妹妹都喝醉了 你把他一个人扔在客厅沙发上合适吗 顾西川已靠在办公桌檐 闻言一愣 他身边有阿姨照顾 齐真掰着手为我讨公道 他喝醉了 你为什么让他自己走路 磕到碰到怎么办 顾西川反问 我什么时候让他自己走路了 齐真持续输出的话卡壳 我们捧在手心里的宝贝 有我哥在背后 我忍不住控诉 你有 我细数起来 你还让我喝醉 不要再回家了 你扔我在沙发上就走了 一口气说完 我如是负重 顾西川无可奈何叹口气 感情里只记 坏不记好 我弱弱地说 可是你就是坏 顾西川不戴眼镜时 眉眼多了几分柔和 你说的那些 前因后果你都忘了 齐真脚步往后一退 前因后果 顾西川白手让秘书和助理出去 整个办公室便只剩我们三个人 不让你喝酒 是因为你在包厢和男生玩游戏 我不想你玩 你自己执拗说你没喝醉 我才让你下车的 他顿了下 但声道 你没有自己走路 你是我抱回家的 顾西川话风一转 至于为什么把你扔在沙发 我哥立马倒戈 朝顾西川抱拳 哥 暧昧心切 你能理解的对吧 说完 我哥弯着腰溜出了办公室 后来还给我发来信息 你搁我弯着的腰终于断了 两个人独处 顾西川的胆子貌似变大 他掐着我腰将我提到桌子上 你好好想想 那天你干了什么 距离近的能看清楚 我在他瞳孔里的倒影 我呼吸一致 我 我忘了 那我替你回忆 下一秒 顾西川低头亲上我的脖梗 他短发刺到我下巴 我不可抑制地扬起脑袋 脖梗处传来热度 烫得我脸发红 想起来了吗 那天画面出现我脑海里 我点头 想起来了 砰砰砰 心跳响彻胸腔 顾西川抬起头 谋色健身 他眸子看向我的嘴巴 我被他看得浑身发热 可还是怯声道 你出差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害羞 顾西川盯着我唇 你霸王硬上弓 偷看我洗澡 还不允许我害羞了 我身体一震 记忆被拉回 这个需要我帮你回忆吗 我马上回答 不用 顾西川拐弯磨脚 你说我冤吗 冤 你哥打我这么重 是不是要赔偿 我仿佛失去意识 像个跟着他走的木偶人 要 那我要亲你一下 可以吗 可以 脱口后 我惊醒 不 后边的话 皆被堵在喉咙里 他来势汹汹 我竭力往后退 渴望汲取氧气 腰却被他牢牢前置 最后我不断拍打他肩背 他才依依不舍放开 其若 我按捺不住了 是你一直试探我的 年龄的问题 这一年里 我给过你机会去思考 跟我在一起 你没有反悔的余地 他握着我的手 以后你再爱上别的人 就别怪我不放你走 不会 不会爱上别人 我羞涩得无以复加 我的幸福终于来到 事实证明 我真的很幸福 顾西川每每见我就如同 饿了许久的野狼 禁欲久了猛然开婚 他压根控制不住 就连他最爱的工作都怠慢了 常常中午起床去上班 五点便又到家了 其若 身旁的床凹陷下去 顾西川自然地躺下 搂住我肩膀 有个事和你商量 什么 顾西川拿走我手上的手机 你看看我 我撇嘴 你没手机好看 见他脸上出现失落 我会抱住他 逗你的 什么事呀 我明天早上要出差 明天 我坐起来 这么突然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怕你不高兴 顾西川说 去哪 安国 这么远 我开始不舍 多久啊 顾西川温柔地说出 恶毒的话 一个月 哪有刚谈恋爱就异地的 我不满 人家男朋友 都是随时随地陪伴 顾西川打断 不是男朋友 在我茫然中 他自答 是老公 热潮瞬间涌上我脸 我脸埋进被子里 心里的小人 早已放起烟花 谁说老男人古板 明明老男人才最香的 顾西川三言两语 就把我迷得不行 我倒戈很快 几分钟便原谅了 他出差的事情 甚至嘴硬 你不再正好 我有时间画画了 行 顾西川宠溺地 翻开我桌子上的画册 我厉害吧 前几页全是最新画的建模约稿 构图和线条 我揭示下了大功夫 厉害 顾西川眉眼带笑 他边翻边夸 我很受用 直到顾西川夸我的画停止 我意识到不对劲 完了 画册后边 我画了小书 还是没穿衣服的那种 我脸色一变 快速冲下床 夺回画册 开箱页面时 我劫后余生 幸好没有看到 我设计的戒指 顾西川呼吸有些急促 他目光落在我身上 似乎带火 烧得我不敢与他对视 顾西川抽口气 画左下角的日期 四年前 你刚成年 我眼神飘忽 微不可闻的恩了一声 没成年时 我就爱上了小书 那时我沉迷经英文 偏偏小书和文中 男主一模一样 我开始关注他 就这么 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他 我忍不住找他 我便画他 画册和书本上画了不少 最后我不满足了 我开始出击 幸好得老天奶赏识 让我刚到法定结婚年龄 就和顾西川联姻了 我怀里紧紧抱着画册 藏了多年的秘密 突然暴露在当事人面前 我羞得不敢动 顾西川七身而来 手摸着我脸颊 声音暗雅的低难 这么一看 你确实长大了 他手指抹撒我嘴角 亏得我还怕吓到你 但又怕你爱上其他人 不得已才向顾家提出联姻 你故意的 顾西川不要脸的点头 还有点得意 不然呢 我聪明吗 先把你绑在我身边 等你一步一步爱上我 他凑近我耳边 随后张口含住我耳垂 苏麻温热顺着耳朵炸开 游走在身体每一个细胞 顾西川出差的第三天 我腰材养好 脖梗上的吻痕也淡了些 憋屈了三天 我喊顾李一起去逛街 好迈道 随便拿 花你哥的钱 没日没夜晚了两天 休息过后便是空虚 我又按照甲方要求修改了画稿 全部完成后也才过半个月 好想他 好想偷偷去看他 说干就干 我脱关系找了做珠宝的朋友 发去戒指设计图 得知一周便能出成品时 我联系他的秘书 说要准备给他个惊喜 一切准备完毕 我登上了去M国的飞机 秘书安排很妥当 我一路顺畅地到达大型品牌的发布会 作为合作方的故事 顾西川代表发言 他在台上 我在台下 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画下来 光影交错间 他的五官轮廓更加立体 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时 显得很生硬冷峻 好似浑身都带着疏离高冷 侃侃而谈时 又好似发着光 其实他私底下 完全是另一副面孔 我小声说 装得真相 连我都骗过去了 发言结束后 他坐在了一旁 我冒出捉弄他的心思 坏坏发信息 画饼大师 我好想你呀 今天好漫长 顾西川手机并没有静音 他拿出手机 手指在屏幕上 悄悄打打 问 手机震动 我低头 屏幕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 A顾西川 乖 回家做 我猛然反扣手机 心虚地四处张望 幸好没有人注意到 不然今天这脸要丢尽了 我纷纷打字凶他 你做什么 顾西川 爱 我 没救了 他彻底没救了 我在台下表情管理失控 台上那位还在面不改色地发信息 我在台下直呼他老司机 发布会结束 顾西川立马拨来电话 喂 我捂着手机收音孔 一路小跑到厕所 你不是在忙吗 刚结束 顾西川说 想你 我偷偷笑 腻歪地说 哦 某人满脑子都是我 对 随后我听到开车门的声音 我笑容僵住 不是 他现在就要走了 秘书不是说还有一个小会吗 他走了我咋办 我问 你去拿 顾西川 回公寓洗澡 洗什么澡 我说一半突然明白了 顾西川很无奈 你魅力太大了 我撒娇 那你能等等我吗 什么 我打开厕所门 看见秘书刚好站在一侧等着我 我跟上他的脚步 高跟鞋走起来明明很不舒服 可我几乎要跑起来 顾西川疑惑 你在屋里跑来跑去 干什么呢 我偷偷绕到车侧面 开门 话音一落 顾西川心有灵犀般地抬头看向车窗外 我在外边看不见里面 所以不知道他看到我没 我提醒他 左车门啦 笨蛋 看到了 顾西川打开车门 一把将我拽到车里 司机很有眼力见地 升起车内挡板 你小心一点 我刚买的小香蜂 我称怪 然后挺起腰板 好看吗 这件套装是我从未尝试过的类型 上衣短款小香蜂 下边是奇细包屯裙 甚至搭配了一双高跟鞋 顾西川喉咙滚动两圈 好看 他打开手机 对着助理发去信息 接下来两天的工作全部推掉 新的行程表发给赵密 你干嘛呀 工作第一 他将手机关机扔到一旁 逼近我 你最重要 顾西川用行动来证明 他说的是对的 新买的衣服也糟蹋了 昏天暗地度过两天 在睁眼时 我甚至分不清昼夜 摸索到手机 时间是凌晨 我忍着腰酸背痛 拿出包里的对戒 顾西川安静地躺在我身侧 微薄的月光撒在他脸上 蕴染出一丝模糊 微微仰头的薄梗上 能看见淡淡的红痕和青筋 我戴着笑意 缓慢而又坚定地将戒指推入他中指上 随后戴上我的 我与他食指交扣 对戒上的钻石闪着光 进入睡眠前 我暗暗道 顾西川 结婚你提的 戒指我戴的 我们都不是爱情中的胆小鬼 感谢观看